大家好,我是阿剑,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饺子想要好吃,馅料是关键 怎样才可以做到鲜嫩多汁,不心不才呢? 看似简单,其实技巧多多 今天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学会以后,再也不用去超市买冰冻饺子吃了 首先,我们准备做饺子的食材 这里是两斤瘦肉,因为我家小孩喜欢吃瘦一点的 但也得加点肥肉,这样吃起来更爽口 再准备半个包菜,也可以用白菜代替 先将肉给它切成厚一点片 每次做包子,做饺子 我都选用全家肉 这样做出来,口感会更好 煎熬之后,给它放到绞肉机里面 再给它扣上盖子 然后打成肉泥 也不需要搅得太碎 像这样有点颗粒感就可以 全部将肉馅给它装入碗中 然后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点葱姜 一小把花椒 然后往里面倒点开水 再用擀面杖,给它擂出葱姜汁 花椒汁 葱姜,花椒汁 能很好地代替料酒 而且能起到去心增香的作用 擂好之后 给它放旁边泡一下 包菜 用手给它撕一下 然后清洗干净 我这半个包菜 是吃剩下的 如果大家买包菜的话 可以买颜色 稍微脆绿一点的 这样做出来 好看又好吃 然后水开 直接给它下锅 焯水40秒 再加点食盐 给它入个底味 像这样 焯软就可以 然后用漏勺 给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 再放到冷水里面 给它投下凉 然后给它挤干水分 搅入鸡里面 再加点胡萝卜 几颗香菇 增加口感 像这样就可以 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两斤的猪肉馅 加入18克的食盐 三克的白糖提鲜 三克的胡椒粉去腥 少许的鸡精 少许的鸡精 10克的老抽 再来15克的生抽 家里有母鸡的 给它放个鸡蛋 再分三次 加入葱姜水 然后再用筷子 朝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均匀 吸收之后 再第二次加入 继续朝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 吸收之后 再第三次 给它搅拌 让肉馅充分的吸收料汁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 倒入点香菇水 然后继续给它搅拌 加香菇水 味道更加的鲜美 比方味精好多了 然后不停地给它搅拌 大概给它搅个5-5分钟 搅拌至上劲 像这种粘稠的状态 把筷子 给它立起来不倒就可以 锅不需要烧热 给它加两勺凉油 再把泡过的葱姜 花椒给倒进来 然后加点洋葱 小葱 饺子馅 要是要好吃 葱油是必不可少 开中火 不停地给它熬制 将食材给它炒焦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用筷子给它夹出来 不要 再来上一小半勺的小末香油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锁住水分 哇 特别的香 搅匀之后 再把香菇和萝卜丁给倒进来 包菜碎也加进来 想要快一点 咱们也可以戴个一次性手套 给它翻拌均匀 像这样 我们的饺子馅就调好了 这样调的饺子馅 无论是用它做饺子 做包子 都非常的好吃 鲜嫩多汁 不腥也不柴 今天的饺子馅 做的有点多 我做了三种口味的 一种是菠菜口味 一种是火龙果 然后还一种是原味的 如果大家喜欢吃菠菜 和火龙果口味的 下次我再出个视频 欢迎大家 在视频下方留言 接下来我们来包饺子 用筷子 给它多取点肉馅 再将它抹平整 然后像我这样给它对折 对折的时候 稍微给它捏紧一下 再用扶口 给它捏紧 像这样一个漂亮的饺子 就做好了 圆鼓鼓的 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一斤十五分钟 三盘饺子 全部做好了 将它摆入盘中 接着我们下锅来煮 水开 下入饺子 之前我们是说的三开饺子 两开面 像现在这种新鲜饺子 现包的 我们给它煮两开就可以了 饺子浮起来之后 用铲子 给它铲动铲动 煮开以后 下入第一次凉水 然后继续大火给它煮 栽子沸腾以后 加入第二遍凉水 然后继续给它煮开 我们的饺子就煮好了 这样做的饺子 不破皮 圆鼓鼓的 煮好之后 用漏勺 给它捞出来 哇 非常的漂亮 这饺子好吃啊 再配上点蘸料 太舒服了 这饺子吃的 美味 鲜嫩多汁 好吃吧 对吧 嗯 每次只要做面食 我儿子跟我女儿特别喜欢吃 这个水果味的火龙果 嗯 等一等吃菠菜味的吧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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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包菜也是印记蔬菜 我们可以搭配给自己爱吃的蔬菜 这样吃起来混素搭配 更加的营养 更加的科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阿健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菜分享 找阿健 天天相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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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走之前记得给您个赖哟 谢谢大家